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次专讲人事 是讲到高昌国王谷文泰 用尽各种威逼利友的方法 要留原状法师在高昌国担任国师 法师当然是多番推辞 但仍然不得要领 最后就唯有以绝食来表示 自己西行求法的决心 幸好终于都能够感动谷文泰 谷文泰不但搭运放行 还和原状法师结拜为兄弟 法师也履行乐言 在高昌讲了一个月仁皇经 临走的时候 谷文泰供养了很多食物和衣服 由派遣几个通晓西域各种语言的僧人护送 最后还送了一份有钱都买不到的大礼 这份大礼是什么呢? 原来他亲自写了二十四封书咸 给原状法师沿途所经西域诸国 请求他们尽量提供协助 和为原状法师补给所需 不过这些国家未必是高昌国的友邦 有些甚至曾经和高昌发生过磨擦 而谷文泰为了帮助原状法师 不惜对当时在西域势力最强大的突厥族 业护黑寒卑躬屈室 在信里面他还自称为奴 因为大雪山以北各地 都是业护黑寒的势力范围 大雪山即是现在兴都富十山 如果原状法师得到业护黑寒的帮助 在西域几乎可以说是通行无阻 由于有高昌王的悉心安排 法师就能够顺利经过西域几个小国 来到河池了 河池的写法就是 第一个字是乌龟的龟字 第二个字就是慈悲的慈字 没了下面的心 但是要读作河池 因为是Kuchina的译音 另外还有很多译名 其中一个就是屈知 即是现在新疆富车院 河池是丝绸之路的重镇 也是受印度思想影响很深的佛教国家 原状法师在这里受到河池王的礼代 但是当地第一高僧木叉谷多 就似乎不是很奋气了 他觉得这个原状不过是大唐离的普通僧人 不应该受到国家那么厚待 于是在原状法师礼节性拜会他的时候 就借故流难了 原状向木叉谷多大法师鼎礼 嗯 你是从大唐国来的是吗 是啊 原状素文大法师曾经游学天竺二十多年 博览群经通晓佛法 请大法师不论赐教 哈哈哈哈 原状法师 在河池国内 不论杂亚皮谈心论 驱舍论 皮婆沙论 通通都可以学到啦 法师又何必好高无远呢 不如留在河池国学习 我担保你在这里学到的佛法 足够你受用无穷啦 无需一定要远舍天竺 捱些无谓的艰难辛苦 法师刚才提及的经典 东土已有华文亦本 可惜就略嫌理疏言浅 啊 原状此行 一心求取佛典原文 又以儒家诗地论为要 请问法师 此处有大乘儒家诗地论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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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你这样的年纪啊 你相信都未能深入了解 皮婆沙等诸论啊 你居然敢说理疏言浅 那又不是妄语啊 啊 原状不才 未能深入了解 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呃 请问大法师 你又如何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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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舍伦初段是说 啊 啊 这个目差谷多 虽然说是博览群经 又在天竹游学二十多年 但是为人深高气浮 目凶一切 从来都未试过被人这样当面质问的 加上他在构持国地位超然 多年来养尊处忧 可能真是已经雕梭经论的了 这个时候被原状法师一问 情急之下 居然连驱舍论开头第一段都解释错了 原状法师再追问下一句的意思 目差谷多更加无言以对 不过在众多徒弟和僧侣面前 没办法下台 唯有就说 论无此语 即是说驱舍论没有这句话 想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那这样的局面如何收拾呢 下次再说